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 这样看中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傅茶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的节目的傅茶时间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 又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 和他的一篇文章 那这个人呢 叫做陶渊明 他的文章叫《桃花源记》 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文学史 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篇章 所以这篇文章和关于陶渊明的故事 我们大部分的听众读者都非常的熟悉 可是我想先在这里 先说出我的不同的看法 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桃花源记》 是汉语文学史里的精彩篇章 不能算成是中国文学史里的精彩篇章 这里有一个汉语文学史 跟中国文学史的概念的差别 那陶渊明也不是典型的中国作家 他是一个什么作家 一会儿我会提出答案 那《桃花源记》这篇文章当中 所寄托的也不是典型的 中国式的一种政治理想 而是而可能是陶渊明的某种族群的历史记忆 或者是蛮族的记忆 这是我想提出一个观点 那另外我也想再延伸提出一个观点 就认为说陶渊明的《饮酒诗》当中 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句 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这个南山是方位上南面的山吗 还是什么山呢 好我的看法是南山很可能是陶渊明心目中的一座圣山 圣山对 这个圣山就好像日本人心目中的富士山一样 或者是中国文化当中 中国人当中的泰山一样 是非常重要的 有特别的一个含义的 好那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观察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回到陶渊明的出身背景来思考 为什么陶渊明不是典型的中国作家 为什么南山不见得是方位意义上的南面的一座山 那这就涉及到陶渊明的出身是西族而不是汉族 这个西按照现在的汉语写作呢 可能是西水的西 或者是把西水的西去掉三点水 换成人字旁的西 大致上就是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有两种写法 那这个西族呢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他大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常常出现的一个族群的名称 那到了隋唐之后 这个族群就已经是在汉语文献当中就不存在了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像类似于洞族啊壮族啊 那这些族群可能跟西族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 这是大致上是陶渊明的一个家族出身 那我们想论证陶渊明的家族出身是西族的话 我们就必须先谈到他的曾祖父是谁 他的曾祖父叫陶侃 陶侃在晋书 就是在这个晋书的陶侃的传记当中 有关于他的一篇非常详细的说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当时在同时代的东晋人 也就是同时代的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 他们已经移到了长江以南 这个流亡到长江以南的这个东晋人或中国人 他们如何看待陶渊明的祖先曾祖父 就是陶侃这个人 那陶侃传里面就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说他是旺飞士族俗义诸华 俗习俗的俗义就是不同的意思 诸华就是华华下的华 诸华就是诸下诸华的意思 说他的整个的这个长相啊 行为啊语言举止啊习俗啊 跟华人跟华下跟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这是晋书陶侃传当中这个作者的一个观点 那为什么他跟华人不一样 那他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习俗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重点 那陶侃传当中另外一处也谈到 也用这个华来区隔这个陶侃 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 另外一处是提到有一个将军叫福波将军 叫孙秀 孙秀这个人的地位不是很高 可是他是将军 他也不是那种望族人家 世家大族 那么他怎么评价这个孙秀呢 说因为孙秀地位不高 所以呢中华人士持为怨属 好这是对于孙秀的态度 那么这个情况下孙秀呢 就只好以陶侃作为助理 作为下属 哎这句话也透露出是说 因为中华人士认为孙秀地位低 所以不想成为孙秀的助理 因为孙秀是个大将军 那孙秀呢只好找陶侃 找陶渊明的曾祖父去当他的助理 那从这段文献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说 陶侃是和中华文化中华人士 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这么两个文献说明 那我们再找第三处的文献说明 是来自于是说心语 是说心语 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 是说心语里面有句话呢 就是谈到温乔这样一个人 那温乔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在这个东晋的建国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士族 大家的一个人物 温乔呢他评价陶侃 用了一个奇怪的词 这个词叫做吸狗 吸就是吸水的吸 也就是吸族的吸 叫陶渊明的祖先 这个部族叫吸族 狗就是猪狗的狗 为什么这样一个 非常重要的中华士族大家 对陶侃的说法当中 认为他是吸狗 不是中华人士 那么这里面就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推测说 陶侃他不是中华人 不是中国人 他是吸人 是吸族人 然后第二 在中华人士的看法当中 他的地位非常低贱 他是一条狗 狗在汉人世界当中 其实是非常低贱的动物 以后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去专门讲一个 中华文化当中 非常有趣的主题 叫聚犬性 聚是恐惧的聚 犬式就是狗的意思 中华文化当中 对狗的态度 一直非常非常的不好 反过来我们看到 就是说非中华的区域 不管是长城以北 还是长江以南的民族 对狗的态度呢 却不是展开 反而是认为很重要 我们知道北魏鲜卑到蒙古到满清 这些所谓的长城外的族群 对狗都非常的重视 认为狗是人类的朋友 可是呢 狗在汉语的文化环境当中 却是非常低贱 诸狗不如啊 鸡鸣狗跳之徒啊 这样一些成语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种观念 那么这就是中华士族大家 对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看法 这就是我们可以证明说陶侃 陶渊明的曾祖父 他不是中华人士 不是中国人 他是西族人 是西人 然后他在当时东晋的官方 和东晋的士族大家当中 他不过是一条狗而已 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陶侃真的就是地位非常低吗 不是 陶侃地位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陶侃在东晋的建国当中 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是所谓西人 在当时的中华人士当中 被视为是蛮族 所以他武力非常强大 他是以军功来发迹的 他最后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 是荆州刺史 荆州刺史 就是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 都掌握在陶侃的手中 所以在东晋的建国当中 不管是针对于外患 针对于南部的一些 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叛乱 还是针对内部的一些叛乱 比如像苏郡之乱 最后嘲讽他的温乔 嘲讽他为西狗的温乔 都要依靠陶侃来评判 所以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可是在中华人士 在中国人当中 他的不过是一条狗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非常多 解读到非常多不一样的讯息 那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 讨论的陶渊明的身份 与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 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论 就他不是中华人士 他是西人 那他西人这样一个身份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 是被歧视的 是非常低贱的一个地位 那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觉得很难理解 说陶渊明 陶侃 就是到底是 到底在当时的这个中华世界 就东晋为主的中华世界 是怎么样一个人物 所以我想做一个比喻来看待 就当时陶侃倒是什么样 那这个比喻呢 我们可以以今天洞族男性的打扮来推测 我们今天看到中国这个五十几个民族当中 有一个民族叫洞族 这个洞族呢 他们主要生活在贵州 湖南 广西 这一带 那洞族跟西族是有非常明显的同源关系的 那今天的贵族男性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他什么样子的 他们勇武善战 他们讲的话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的越南话和泰国话 这样一种语言体系 因为洞语本身是南亚语系的一个分支 而不是汉藏语系的一个分支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是说 当时的陶侃讲的话是可能类似于越南话 类似于今天的越南话 或者今天的泰国话 或今天的辽国话 那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色来看待 就是这个陶侃 是谁呢 也是这个中国的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叫做树裕 树裕是整个中共在建国初期 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 那我们从树裕来推测陶侃长什么样 因为树裕本身就是洞族人 我们今天如果打开照片 去Google一下 百度一下树裕 你会看到树裕的长相 其实很像越南人 然后树裕的角色呢 也是以军功起家 然后在整个中共的这个 征服中国的历史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在1957年 也是在四川梁山地区出现的遗族叛乱 然后他也被派到去评判 遗族的少数民族叛乱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典型的 以蛮至蛮 如果我们觉得树裕是个蛮族的话 是个洞族的话 用洞族来去评判遗族 这是他们之间非常了解 他们的文化跟思维方式 这种以蛮至蛮 那么陶侃也曾经当过南蛮长使 就是负责评判南蛮的长官 我们看到这种以蛮至蛮的观念 从古代中国到今日中国 其实是以脉相承的 所以我们这样来思考 就是说从今天的树裕 或者是今天的洞族人的 这个情况下来推测 陶渊明的祖先在当时的东晋 其实就无外乎就是一个 非常不中华的人物 讲着不一样的语言 长相也不同 习俗也不同 所以俗裔诸华 中华人士不持与他们为物 我们就非常明白说 真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 这样一个异文化的人物的 所以结论是陶渊明的祖先 是一个非常非常异文化 异于中国文化的一个人物 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出的 陶渊明会是什么样呢 这就是我们会思考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在中华的历史文献当中 我们只看到这些中华人士 去看待陶渊明的祖父的观点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陶渊明 曾祖父陶侃 如何自己看待自己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文献当中 没有记载 这也恰恰是中华文献当中 比较不那么可信的地方 因为他是以这种 华夏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问题 他并没有呈现出 另外一个族群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们大致是说 好那就是陶侃 大致是一个生活在 中华世界里的一个孰藩 孰藩这个概念 其实我用的时候 也觉得不是很恰当 只是为了让大家去了解 他是一个所谓 生活在中华世界里的人 他不是那种跟中华世界 隔离的所谓生藩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先了解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 出身背景跟故事 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后面会继续分析说 那陶渊明的写作当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 不一样的解读呢 节目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的复杀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复杀 现在收听的是 央广的这样看中国复杀时间 我们接着来探讨陶渊明 探讨桃花源记 我们在上一段当中已经谈到了陶渊明的祖先 他的曾祖父 在中华人士 在中国人眼中是非常不中国的 那么这样一个身份 这样一个族群的记忆 会多多少少影响到陶渊明吗 这是我们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我们注意到陶渊明是陶侃的第四代 在古代人当中 其实差不多每20年 25年左右就会一代 所以我们看到说陶侃是活到了75岁 那他在公元的334年就去世了 那陶渊明是在公元365年出生 比他差不多晚了20年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 我们可以想象出陶侃 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的故事 一定会透过陶渊明的爷爷和爸爸 所以他一定知道说 他的曾祖父的丰功伟绩 但是到了陶渊明这一代 我们发现说陶家 陶氏这个家族 他们已经从一个武人的家族 转到一个文人 就陶渊明本身是不会武功的 他只是一个文人 是一个知识分子 这个情况很像就是 这个《红楼梦》当中的贾府 贾府最早是武功出身 随着清朝的皇帝从龙入关 打天下 攻下入侵中国 殖民中国 那么封功席绝 到了贾宝玉这一代 恰恰是第四代 贾宝玉其实他最后是参加中国式的科考 来去想得到他的贵族身份 而不是透过世袭的身份来完成的 那这个当然跟清朝的官制是有关系的 我们不用多展开讲 总而言之 差不多是第四代 这里面我们会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异文化的民族 他们生活在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当中 他们传承到第三代 跟第四代的时候 他们会有多少的情况下 会保持他们那个民族的记忆 他们与这个新的中国文化 不同的这个记忆 或者说他们跟中国文化有多少融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那陶渊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我们在一般的观念当中 会觉得陶渊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中国文学的代表或典范 他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的隐义作家 隐就是隐藏 陶艺就是不喜欢中国式的政治生活 喜欢生活在一个山林当中 这样一个典型 那我们可以说说 桃花元祭 还有陶渊明的归去来西词 那这首诗歌当中是他明确讲说 他不想为吴斗米折腰 他要归去来西 他要回家了 他离开官场了 还有他饮酒诗当中写他 过着回家以后的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那这些东西我们通常都会视为是 中国文学的一个精华 那正如我开始谈到的 我说不能够用简单的中国文学 这个概念来定义 我们可以用汉语文学来定义 汉语文学史来定义 也就是说陶渊明是用汉字 用汉语写作 他所留下的是 他作为一个西族在汉语世界 在中华世界当中的一些记忆 这里面已经有一些水乳交融的部分 有些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可是那个分界线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到 陶渊明的西族身份 跟西族的文化背景 它并没有消失不见 它的认同 也不全部是中国文化的认同 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文化上的中国人 这个也是值得打问号的 那当然他一定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国人 因为政治上中国人 我们知道他实际是在1912年之后 才逐渐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概念 在古代是一个偏地理和偏文化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其实没有太多的政治含义 在古代有政治含义的这个词 都是唐 汉 元 清 明 这样的一个政权实体 那他们跟中国的关系 只是一个这个政治实体 跟中国文化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时候融合得非常好 有时候发生分歧 有时候是包容 有时候是完全是脱离 总而言之 中国这个概念 是在1912年之后才政治化的 变成一个政治概念 变成一个国族 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 我们以这样一个概念去往回 推到这个历史空间当中的 生活在这样一个中华政治空间的人物 我们不能说他是政治上的中国人 只能说他的文化上 可能是更接近中国人 或者是文化上也保留一些自己的认同 这是我想强调表达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看陶渊明的认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 蛮非常强调他自己是西皇上人 西皇上人 西是陈西的西 黄是皇帝的黄 西皇上人这个词 他是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人物 他其实就是伏西 我们知道伏西这个 在所谓的中国神话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祖先一样的人物 那伏西在考古学跟文字学当中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说 伏西就是盘古 盘古当然我们更知道 因为在中国人 从小的这个盟学教育当中 就把盘古视为是开天辟地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必须回到神话学的脉络去看说 伏西跟盘古是什么关系 好简单说是伏西是来自于中国西北一带 来自于甘肃的一个神 所以他其实伏西是来自于长城以外的内亚 他来到中国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伏西随着 这个征服中国的某个族群 随着进入黄河流域以后 跟中国的部落做融合以后了 他们把他们的神明带入中国文化当中 变成中国人的神 这是伏西的故事 然后中国文化区就是黄河流域的人 在长江以南去推进 去征服跟南方的部族进行融合以后 这时候我们发现 伏西这个神在传说当中就演变了 就变成盘古 所以盘古这个神 其实是中国南方族群当中的一个神明 而不是北方 不是黄河流域的神 我们必须清楚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 我们不会分那么细 可是我们回到最初 盘古是个南方的神 所以南方的神出现以后 盘古这个概念出现以后 伏西的地位就渐渐降低了 大致是这么一个文化的脉络 那盘古正好是陶渊明这个家族西族的祖先 所以陶渊明他自称为西皇上人 西皇就是伏西 伏西就是盘古 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陶渊明是比较清楚自己的文化体系 是一个南方的文明体系 跟华夏的文明体系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想讲的第一点 我们想讲的第二点是什么 就讲南山这个词 幽人见南山 这个南山当然从现代中文来看 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的山 在南面的山 他在东篱下看南山 院子里面 古代的院落都是 比较偏的是面南作北 所以他在东篱下望南山 也很合乎中国传统的居住空间 可是我们要看到南山在西族的创世神话当中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是西族的创世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 那西族的创世神话大致是这样的故事 听起来有点荒诞 他是说有一个女性 从一个女性的耳朵里面跑出一条虫子 这个虫子呢摇身一变 就变成一只有五种颜色的狗 这只狗呢在帮助早期的王 这是一条狗哦 这条狗帮助当时这个生活在南方的西洞一带的 这个西水的西洞穴的洞 西跟洞 我们在今天的主题上一直会提到 打败了这个当时统治这里的王的敌人 所以这个王的女儿呢 就要嫁给这条狗 这个故事 这个女儿嫁给狗之后呢 他们最开始实时生活在王城当中 可是他们非常厌恶都市的喧嚣 要回到他们的祖先之地 哪里呢 就是南山的一个洞穴 这是这个西族传说当中 南山的这个文化含义 所以他们回到南山的洞穴就隐居起来 不断的繁衍 那么人跟狗通婚的后代 就是西族 这就是西族的创世神话 所以我们看到南山在西族的文化意涵当中 其实是祖陵蛮 武陵蛮的一个祖居之地的一个象征 那这就让我们想到是说 桃花圆记里不是也写的是 在武陵园有一个渔夫 沿着溪水穿过一个洞穴 然后就发现一个哇 一个理想世界就展开了 那这个故事是不是跟南山有关系呢 那么陶渊明当中的 幽人见南山的南山 仅仅是一座方位意义上的南部的山吗 还是说 它意味着西人的一个理想境地 其实是一个它的祖居地 而不是战乱频繁发生 充满了权谋跟冲突 官僚体系非常腐败 皇权高度专制的一个中华世界呢 因为他们本身就不被中华世界的人所接受 他们是不是也不喜欢中华世界呢 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是我们可以去往下挖的 所以南山这样一个意象 在陶渊明的诗歌当中 其实是不断出现 我们不仅在饮酒诗中看到南山 我们在其他时候也看到南山 那虽然南山这个汉字和采菊东篱下 这样一个方位的对称 在美学上 我们脱离历史背景看 是无懈可击的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南山 在陶渊明的观念当中 可能蕴含着一种更自由 更自足的生活理想 而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当中 简单的一个空间概念的话 你不用去被编户齐民 不用去纳税 但是又不能成为纳税人 这样一个中国的政治体系所束缚的话 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合理的推测 陶渊明的不为吴斗米尔折腰 辞别中国式的官场 去归去来西 然后透过桃花源 这样去寻找祖居地的生活模式 最后达成一个 悠然望南山的生活理想 这样的一个理想 其实是正是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圈 用汉字去写作的一个西族人的 陶渊明的一个最终的选择 这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观点 就必须延伸出来 这里社交就说 陶渊明不是用汉字写作吗 汉字不就是中文吗 中文不是中国人的文字吗 好就是 那有这样一些一系列的推论 就会认为说 那你怎么说陶渊明不是一个中国作家呢 陶渊明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作家 《桃花源记》也不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篇章呢 你干嘛去咬文绝字 一定用汉语文学史来替代中国文学史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是我们也要非常深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用汉字书学体系就一定等于中国吗 就一定是中国话吗 我觉得这个观点 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展开一些辩驳 展开辩驳之前 我们可能要举当代的例子 当代例子我觉得很有趣 我可以问大家 你们可能听说过有个作家叫李永平 李是姓李的李 永是永远的永平 是平凡的平 他已经去世了 他是马来西亚作家 他有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叫《大和尽头》 那马来西亚作家李永平 他用中文写作 他大部分时间是生活跟工作在台湾 他的关系跟台湾非常密切 然后那李永平的身份是什么 他的写作是中国作家 中国文学还是台湾文学还是马华作家 我们知道马华作家 马来西亚华人这个作家 是一个固定的标签 可是李永平他本身 却非常反对马华作家这个词 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 他也不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 虽然他的国籍是马来西亚人 他是认为他自己是中国人 他最后也加入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的国籍 但是他保留非常强烈的中国认同 这个中国指的是 就是有点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的概念 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都同时保留了中华文化 所以他在写作时候 他非常强调用字 要以中华正统为准则 避免那种西化的句子 然后采用词汇 也尽量用一些传统中国文化当中 就汉字文化当中所出现的一些词汇 所以李永平这样一个人 他是马华作家 中国作家 台湾作家 中国文学史 汉文学史 我们可以摆出一大堆的概念来说 他到底是什么 你会发现说我们给他的标签 跟他自我认定条件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陶渊明可不可以也这样思考 我觉得这是跟大家交换的第一个意见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龙英台 龙英台写过《大江大海》 那《大江大海》一定是中文写的 它算成是中国的报道文学 或者是《非去国写作》吗 那龙英台的一定他认同是台湾作家 这个我相信毫无疑问 那他可以称为华文作家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 我再举个人 这个人叫金雪飞 我觉得中国读者可能不一定熟悉他 他是道道地的中国人 辽宁出身 在黑龙江读大学 后来去美国读书 在1989年的天文事变当中 他留在美国 他的笔名叫做哈金 哈金大家可能知道 哈金的原名叫金雪飞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哈金的写作全部是用英文写作 可是他自己又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呢 因为在中国大陆不能出版 所以他在台湾出版 比如说他写的战废品 战争的战 废物是废物的废品 是废品的品 战废品写的是韩战 或者是中国语境下叫做抗美援朝 那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主题 里边人物也都是中国人 因为韩战的时间 1950年就是中国近代的时间 那他这本书写也获得了美国的国家图书奖 他的其他书写也获得了美国的海明威奖 跟普利斯奖 在美国很知名 在台湾也很知名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应该很知名 所以我想问的是说哈金自己翻译的 他的小说跟文学是中国文学吗 哈金是中国作家吗 哈金自己会认为他是中国作家吗 所以这样一些概念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说中国文学史 跟中国作家这样的标签 是不是能够包含一切 这是现代的案例 那古代案例我们也可以讲 因为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 整个中华文化的影响范围 包括了越南啊 包括韩国啊 包括今天的韩国跟朝鲜 包括日本 所以有大量的用汉字写作的作品 但是他们的实际是越南人 日本人跟朝鲜人 这些文字被称为叫 欲外汉文创作 欲就是中国这个边境以外 叫欲外 汉文是他们的书写文字是汉文 你看他没有用中文 他也没有用华文 他用汉文 所以又出现一个标签 叫汉文创作 基本上来说 这样一些概念 你会发现是说 只要是用汉字 或用中文的文学作品 大致会分成三个标签 一个叫中国文学 一个叫华文文学 这个华文文学是针对当代的 一个叫汉文文学是针对古代的 同样你用汉字写作 可是你不见的是 你被分成三个标签 那么这个三个标签当中 都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 这就会涉及到是说 中国文学的概念的适用范围 到底可不可以上诉到 1912年以前 那中国文学的空间 可不可以扩展到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 国境管理之外的边境 我觉得这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 那在这样一个思考下 我们来回到陶渊明 我们可以认为是说 如果有这样的反例 我们可以认为陶渊明 用中国文学标签去定义 其实不是很合适 所以我自己比较赞同 就是我们可以放弃 中国文学史的标签来思考陶渊明 我们可以用汉语文学史的概念 来去解释陶渊明 那同样在汉语文学史的标签下 我们会看到有陶渊明 有李白 有曹雪芹 有白居易 还有今天的李永平 还有哈金 还有一些韩国日本越南的某些作家 他们都是用汉语文学来创作 那么陶渊明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也很难说 它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制度跟中国理想 虽然它跟老子道德经当中 谈到的小国寡民 那种生活状态很相近 可是陶渊明却增加了 他的西族的文化地理空间跟色彩 包括渔夫 包括溪水 包括山洞 他是长江以南的一个 东南亚文化区的一个产物 他更是对中国官僚体系的 这种虚假作作 充满谎言歧视跟偏见的一个逆袭 我觉得陶渊明是回到了 自己的祖居地 回到了自己的圣山 也就是南山 回归到了一个西族人的 影响生活状态 他虽然用汉语写作 但他不是中国作家 这个中国我们家引号 那么《桃花源记》 这个汉语文学史的精彩篇章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的 它不是简单的 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作品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央广 这样看中国的一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 我是主持人傅察 那在节目的尾声 我要跟各位朋友说明 你们如果对这个节目 有任何的收听想法或意见 我欢迎你们写信到台北市的北安路的55号 或者是发电子邮件 2020 at rti.org.tw 那我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这里是复杀时间 再见